你好,欢迎收看3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花莲领馆处、花莲县政府还有水里鼠地球河川局 在木瓜西、华龙沪岸、台湾池旁边 联合举办年度的区域植树活动 特别邀请到吉安、同门国小师生 还有邻近的部落社区超过200多人一起来植树沪地球 也呼应2023年世界森林日、森林与健康的主题 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否是人类健康生活重要指标 每年3月为植树月,花莲领区管理处、花莲县府及经济部水里鼠地球河川局 12日在木瓜西、华龙沪岸、台湾池旁和办年度区域植树活动 七首吉安、同门国小师生及邻近部落社区超过200人植树沪地球 领馆处长黄群策致此提到 透过呼应2023世界森林日、森林与健康主题 营造国土绿网、人及栋植物共存的绿色生活圈 第九河川局王国良表示 在这条重要保育轴带 不仅跨机关,也与地方社区NGO团体合作协力 落实国家绿能推广政策 花莲县副县长颜新章感谢领馆处及第九河川局 对节能减碳做出的努力 绿委傅昆琪也出席表示 会努力维护花莲美好生态环境 区域植树活动至今迈入第14年 今年扩大与第九河川局合作 选定国土生态绿网花莲溪溪流保育轴带重点推动区 种植9种原生树种、300株桥木及灌木 营造全区镶嵌式地景、以地绿洞低维管 针对关注物种需求进行棲地规划 此番透过植树增加森林面积 缓解温吃效应、净化空气 将河岸与中央山脉棲地 及三串离海生态系串联 搭建国土绿网生态廊道 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友善环境 打造生产生态生活三生共好的生活圈 记者蒋包验简安商报导